肖战,李沁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开播三天,收视率和网播热度持续霸榜,豆瓣短停超过十万条,能感觉到大部分都是肖战的粉丝赶来力挺。 一部剧被饭圈文化波及多少让人不舒服,但片方确实要感谢肖战,是他给这部剧带来如此高的关注度和热度,而且在剧中成为第一焦点的肖战,演技上并没有给这部剧拖后腿。 看完八集,从表演层面来说,肖战确实谈不上有多么出彩,在一些需要强化情绪张力的部分也没能顶上去,比如和齐天约架那场戏,显得气场不够,和曹斐然之间的对手戏,也缺少点血气方刚男孩子应该传递出的热切与渴望。 更多的时候,他塑造的肖春生像个家教极好,全方位无死角的优等生,不那么接地气。 但他的表现,至少将肖春生的塑造完成到了及格分以上,重庆极演员演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不容易,无论是口音还是气质都不好把握, 而且顶流明星的光环,也给他下沉塑造角色带来不小的困扰,会让观众戴上有色眼镜,但至少肖战把角色眼扎实了,没有给这部剧和其他演员拖后腿。 目前还不知道后续剧情会如何发展,毕竟作为年代剧,梦中的那片海老北京四九成的戏份, 不过是电视剧的开端,后面改革开放,年轻人们走出去参军,创业等阶段,才是重头戏, 擅长拍老北京年代剧的导演傅宁,和创作过红色等经典作品的编剧徐冰可谓强强联手,两个人的野心很大, 肯定是想要通过不同年代完成不同重点的多元表达, 但至少前八集,是带着观众们回忆过去,重温历史,通过对那个年代的白描, 带给观众一些感慨和反思。 特别是最新播出的第七集和第八集,看得我几倍发凉,不断感叹, 导演太敢拍,停台也真敢播。 这部剧从一开始就在展现那个年代,老北京城的地位分明和阶级对立, 最新两集更加强化这一点,相比之下,肖战和李沁等演员, 其实都是为剧情服务和主题传达的陪衬。 比如大院和胡同子弟的地位和阶级之分,电视剧是只给的。 肖春生,叶国华是大院子弟的代表,而齐天则是胡同串子的符号。 在那个年代,出生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,前者参军,后者想要出头改变命运, 只能接货捞偏门,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结局。 命运从来都不是平等的,肖春生的父亲应该是那错误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, 然而剧中不但一直没能平反,还影响到了肖春生。 从方方面面来说,肖春生都比叶国华更优秀,然而他就是不能参军。 那个年代,像肖春生这样被命运耽误的青年,千千万万。 出生好很多的童小梅,只要同意,当文艺丁唾手可得。 但热爱音乐的贺红林却连拉琴都不能,更不用说参军, 童小梅将文艺丁的机会给了贺红林,走到了改变双方命运的转折点。 而最新两集,叶方和陈红军策划强奸风波这段, 更加露骨地呈现出地位分明和阶级对立。 叶国华的姐姐叶方属于配角,给不到太多戏份, 所以她的未婚夫陈涛出现了相对突兀。 对她的具体出身也比较模糊,不过电视剧表达得非常明确, 在那个年代,两家父亲都是有身份地位的首长, 连姻属于两个大家庭的强强联合了。 所以叶方和陈涛之间的婚约属于父母之命。 显然叶方的父亲地位更高一些, 所以陈涛家更急迫地想要推进这桩婚事, 把工作做到了叶方参军的部门, 而团长很清楚叶方的身份, 待她非常客气,主动倒水, 劝说她年内结婚,家庭和出身太重要了。 追货剧都知道,叶方不爱陈涛, 为了摆脱这桩婚事, 编造出了被陈红军侵犯的谎言, 这段戏非常精彩。 孩子出事,约定俗成的要母亲出面解决, 这一段处处都在彰显叶国华和叶方父亲的地位和能量, 本来这种事和团长没任何关系, 但她还是逼恭逼敬地说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。 正常来说,陈红军被抓,公安介入刑事立案, 但叶方母亲只说了一句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, 团长就马上改口说哪能这么快就定性。 接着她开始干预, 一路畅通无阻, 说看女儿就看女儿, 说看老里的陈红军一句话就能看。 而且不需要任何手续, 流程, 急于讨好叶方母亲的团长, 在办公室表示给公安局长打电话, 就能让对方马上放人。 你以为这就完了? 接下来的戏份比那些嫁入豪门的狗血偶像剧精彩百倍。 知道真相的叶方妈妈早就把什么都盘算好了, 也摸透了陈红军的心思。 她用地死无疑四个字, 让陈红军知道她的小命掐在自己手上。 接着亮出自己的条件, 一辈子对叶方好, 是作为母亲肯定要提出的条件, 为了女儿的幸福。 她决定将女儿嫁给地位卑微的陈红军, 如意算盘打得很响, 有了强奸这桩丑闻, 遭到陈涛家退婚, 女儿已经很难嫁出去了, 也有辱家风, 与其这样, 不如便宜了陈红军。 所以这场简短的对话中, 叶方的妈妈根本就不在乎陈红军是不是爱叶方, 这不重要, 毕竟叶方当初也只是作为他们和陈家联姻的工具罢了。 这部剧没有明面上说这种家庭的重男轻女, 但还是通过这场戏给出暗示。 而且叶方母亲对未来的盘算花尽心机, 她对陈红军要求的第二点, 是说从现在开始, 你就是叶家的人。 联系到后面的剧情, 叶方母亲对陈红军的母亲说会将陈红军当儿子看待,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, 说白了就是让陈红军倒插门, 双方都很清楚, 两家阶级不同, 地位大相径庭, 叶方不是下嫁到陈红军家, 她妈妈是要招个上门女婿, 当然未来肯定也会帮陈红军的事业停不清云。 心思激拧的陈红军马上想通了这一点, 叶方妈妈说完后她马上就哭了, 你以为她是感激的哭, 其实是伤心难过, 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吧。 此外, 电视剧在置景方面也在不断强调那个年代的阶级之分, 物质生活的极大差别, 叶家和童小梅都是高干家庭, 他们住妇式的大房子, 吃的是大鱼大肉, 两家人在叶家聚餐这场戏再明显不过了。 萧春生和她姐要给父亲做顿红烧肉都很难, 但叶家随随便便就摆满了一桌子大鱼大肉, 而且叶方母亲还主妇保姆, 一些菜用小盘装, 吃完了在家。 当时可是用凉跳的计划经济, 不是有钱就能想买啥就买啥, 叶家这样的生活, 你自己品。 其实, 电视剧对刘瑞琳饰演的叶国华这个角色, 算是相当手下留情了, 虽然是高干子弟, 但叶国华心思纯良, 人品不错, 但看到陈红军慢慢的没见过世面, 唯唯诺诺的样子, 脸上都毫不掩饰的露出不懈的表情。 看完这两集, 开始期待梦中的那天海后续剧情, 颠剧和导演这么大胆, 相信后面恢复高考, 改革开放等段落, 应该也会比较精彩。 关系到小镜需要烟通的表情, 美丽譴员的叶国之一为图有ン对落。 守项去散洞般这些表情, microbết Biz事, 藏扁来和叶木公REAM颗九幕币平台, 希望ießen您的消费, 管制造广百优様。 在美丽譯。 能光 seben三发中的结构必须 worth